嗨 大家好 今天来说一个赚钱的事 昨天呀 咱五分钟之内赚了两千块钱呀 嘿嘿 其实呢 只是 省了两千块钱 这棵树靠近房子 它垂死挣扎了两年了 它的同伴早在几年之前 在一个大学之夜就轰然倒地 幸好没有砸到房子上 这不 我们两个人忙了一个星期天 爬上爬下 拴了一根长长的绳子 来扯着它 准备自己动手来砍这个树 邻居看不下去了 又叫了旁边另外一家邻居 三个男人嘀咕了一会儿 然后 昨天就抽了五分钟的时间 把赤棵树给砍倒了 动作快到啊 我这手机还没有从口袋里掏出来呢 树已经倒地了 这就完了 咱能不能来一个回放镜头 慢动作呢 真是遗憾呀 多么辉煌的时刻 没有录下来 唉 若时光能够倒流 我的手机一定要全程再现 完整地把这个拒树的过程录下来 让大家看一看 倒树的那一刻是多么的爽呀 树倒的方向正是我们预设的方向 花草损伤的最少 房子也没有受到伤害 好 邻居又帮我们在这个树的大头 锯了几段 剩下的就不麻烦人家了 我们后面抽空就可以自己干了 数一数年轮 这树大概还有四五十年的年龄呢 凉了凉 这树的直径啊 接近半米呢 这树墩子 暂时也不打算把它给刨掉 想着怎么修一修 让它做成一个景 大家给出个主意吧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